我知道 這世間有時多的苦 我知道 知道 知多的苦 只能一個人苦 當一切只能自己 面對的時候 在門上的之奇佛寶 無上舊護其擦 無上引導其慌 兩位主主持人 平安和快樂 每個人都渴望的幸福 不同的姻缘让我们走着不同的路 你再怎么贫穷也应该要供一盏灯 供灯的功德不可思议 完全是一种佛的境界 我们佛教徒应该深信不疑 正如刚才所说 不管私中弟子还是没受过戒的人 短暂时间中供灯的功德尚且难以言喻 更何况是长期供灯的利益了 当然最重要的灯是智慧明灯 因地时如果经常供灯 未来就能获得佛陀的大智慧灯 《大吉经》中说 为令众生燃会灯故 《华严经》也说 会灯破诸案是彼之境界 佛陀的灯能破除世间一切黑暗 这就是佛陀的真实境界 我们在阴地时以种种因缘 这样学修的话 最终也会得到这种功德 功德的数目不一定要固定 但七盏灯是比较传统的 供七盏灯和七杯水的缘起 是因为释迦牟尼佛降生时 在地上走了七步 但如果想修一些法 想获得一些西地 那应该共一百盏灯 圣乐伦续云 欲成圣西地 应共百盏灯 还有共一万盏灯的说法 菩萨藏经云 燃十千灯 若酥若油 十千就是一万 也可以点一万盏酥油灯 或其他油做的灯供佛 藏文的圣弥勒经中还说 共一千盏灯的人 将于未来世 执予弥勒佛 成为弥勒佛的首批弟子 并闻佛初传法轮 有些人若想得天眼 供灯也可以让你达成所愿 佛陀在《布施经》里面说 已然灯失 得天眼清净 总之 经常供灯的人 生生世世 不会愚笨 也不会堕入三恶去 转生为人时 智慧 性格 等各方面 让人欢喜 佛为首家长者 说夜报差别经 里面宣讲了 共灯的十种功德